新模式上线咯 开局必须要来这个中午擂台跟他们比试比试 落地拿到一把新枪 冲出去就追着点打 小伙子 你的跳伞技能还需要再练练 太差劲了 再秒一个 哟 还对我发起了挑战 不行 你的技术不行 我需要一个高手对我发起挑战 我才可以接受 等等 没子弹没子弹 哈哈 我的脸上有一个 没子弹不理他 等捡到子弹再说 刚刚就是你追我是吧 哇塞 这把秘幻突击步枪真猛 虽然他还射速慢 但是子弹伤害还是挺高的 又对我发起挑战 行行行我就接受你这个红色身法库的挑战 有本事你来呀 过来呀 这里还有人 他把我队友击倒了 就想捕他 拿命来 吃完吃完 你们看我的信息的后面 有一个盾牌 这样就意味着 我再被追杀 是不是 这个队友被追杀 这太不友好了 只有他看见我的位置 我看不见他的 很有可能变六呀 把头顶的风筝打下来 捡完风筝后 把我吓一跳 有一个老六就蹲着等我 不过他露出女帽子 被我看见了 对我一发爆炸猎弓解决他 名字好眼熟 不就是第一个对我发起挑战的吗 好家伙 我不接受你的挑战 你要是回来复仇了 有脾气我喜欢 再打一个复活回来打 这把枪用着真爽 保里的人也一并解决 还有我没打到 对我别被他老六给阴了 咱们把他找出来 带上一把爆炸猎弓 他懂的话就打范围伤害 就在前面 看我说他 像地鼠一样探出脑袋 他已经伸手动伤 干他 躲在角落瑟瑟翻抖 这不是追上我的吗 被我又杀一次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还获得追猎宝箱了呢 但是还有人 这里人也太多了吧 这个我必须用爆炸猎弓拿捏他 被对我抢先一步 然后那个屋顶老六又出手了 险些被他捡了个大漏 结果打药的时候还是被他打了 他竟然不打药 可恶呀 我的追猎宝箱还没开呢 老六 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胎权部队友 快接受 第二回合 我定拿捏你 怕了兄弟们 他拒绝了我的挑战 拒绝又能怎样 没有透视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哼 我再飞去另一个擂台 这里也有人 尚且不知道对手数量 而且我装备极差 所以我要挡老六 先放倒一个就好办了 你敢不敢追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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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手感不好 对我上车 不是 上个尸 让队友失守我两张代币 这样我就可以买西洋枪了 跟着我 你要有心理准备 有人在追上我的 哦不对 我的小地图有显示眼 完全两个字 然后再靠近就有紧接两个人 他好像就在驾车库 哎呀我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被别人给打死了 被这个我打过的 将心第一搞小蛋给全补了 你让我很不开心 我本来可以获得 高级追隶宝箱的 现在你把我打了 我只获得十张代币 真是亏班买卖 封烟了 对着烟里进行轰炸 出来直接秒掉 火烟再打倒一个 接着我又来到驾车库 人躲在车的后面 我爆炸猎弓是范围伤害 直接人都没看到 就把他击倒了 再把他队友从车上扫下 然后继续轰炸 爆炸猎弓就是好呀 但是被他逃了 我们召唤一辆装甲车 这样就能在圈内 横着走啦 你们看我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挂在上面啦 你是壁虎吗 而且下水也不掉下来 谁说武士不能下水的 这样不就下了吗 假车后走发现人啦 是你呀 队友你成功报仇啦 因为刚刚就是他全部你的 突然两个人冲到脸上 我被左右夹击 别以为主要你有队友 我也有 对面也召唤一辆装甲车 最后我缺点一顿乱战 我没有拿到人头 我就坐在这个车上 已经是一打一了 我不坐在车上了 我藏在这个下面 我就问问谁能发现我 我已经把所有武器丢掉 就是要和你拼呀 开始了兄弟们 不行呀 我才打一个腰包你就没了呀 好啦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